阿伯現在還在這個北手裡面 繼續的羈押當中 不過可以看到母姐會 現在的戲份越來越重 包括戰爛腳小姐姐陳志翰 奇怪 他的版面跟聲量 突然間這個整個是 這個串起來了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陳志翰突然PO臉書 放了一個阿伯 在當初台北市政府 在對抗疫情的時候 說這疫情期間多辛苦 你看這個背影 那你多麼的想要守護 這個市民跟百姓 但是如今這個事件 對你就只剩下污衊了 看沒有星星的夜空 You never alone 這個我們沒有說 沒有改變他的用詞 You never alone 那大家就想說你好歹有個B You are not alone 就是Michael Jackson 至少人家歌名 都還有一個R 你為什麼沒有 台大醫師師警之後看到就跳起來了 你說你知道嗎 當初政府買了BNT 這是他說法 不是政府買的 是我們企業買的 他說買了BNT 很多學生不敢打 怕會有心肌炎等等的 柯文哲本來大家拜託他幫忙協助來 做新電圖的測試 是他主黨 你怎麼說這個時候說被功勞很大 張祈凱民眾黨就講說拜託 柯文哲當時是主張打疫苗之前 要做心電圖檢查 是你陳時中跟施錦中反對 雙中反對 現在怎麼反過來咬柯文哲 現在變成是互咬互了 然後包括杜承哲醫師也講說 柯文哲有主黨中央協助 篩檢站的設立 還有包括這個他的太太陳佩吉 當時還詆毀AZ 導致很多人不敢去打AZ 那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還講說陳志涵你的英文 You never alone 真的是國中生可能都會懂 都比你還強 然後你一個月還虛領了20萬 然後陳志涵就說 你在那邊討論有什麼RB什麼的 真是俗氣 很多就像標題一樣 不然你民進黨不是一天到晚 台灣 can help 這怎麼來呢 可是台灣 can help有動詞 我覺得志涵舉的例子怪怪的 然後志涵用動力火車的歌詞 要來表達他的心聲 可是導致他最喜歡的偶像 動力火車陷入這一些紛爭當中 後來他趕快跟他道歉 因為太多的仇恨炮彈了 那志涵最近真的很搶戲 他有一天早上po我說 最近我們淡水到台北市的市區裡面 整條路都红通通的 大塞車 結果有人講說不對 沒有塞到這麼嚴重 你po的這個根本是紅線 就捷運紅線的顏色 大家想說怎麼可能 我們認識的陳志涵 應該不是這樣的一個程度 應該是故意的 故意要搶版面 讓這些炮火吸收在他身上 讓阿伯的爭議越來越少 陳婉惠直接跟他講了 立法院開議了 你既然是黨團主任 就好好做自己的事吧 韋翰 志涵為什麼這樣 我先講婉惠 因為婉惠以前就是立法院黨團主任 他當主任期間的時候 他後來去選立委 他逮捕上來以後 開始有知名度 他當黨團主任之後 從來沒有上過新聞 對啊 陳婉惠本來就是黨團主任 對 他是後來地補上來以後 他才 因為高華恩當上了 那個新竹市長 他變立委 然後他去選立委 才有陳婉惠 但是新聞記者會認陳婉惠 所以他是以過來人的身分 以前就是民眾黨立委 黨團主任講說主任就做主任的事情 有八個立委要服務 他以前是五個 所以他就說 你不用處理這個 第二個 動力火車的歌詞 那是因為他 歌詞他沒有按照文法了 歌詞怎麼唱 他就是 那因為他喜歡動力火車 所以他也心有手感 他又懷念阿伯 他又想阿伯 所以他就把他寫出來 就剛剛要說講 這一整串都是沒有必要的 人都還沒有放出來扯到 當時疫情期間的時候 誰做的誰不對 都沒有那個金華城有沒有違法 會不會被起訴 會不會被判刑重要 這個就過關 就不要再講了 再來第三個就是 現在秋天真的叫多事之秋 你看講不完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他可能就Google地圖一打開以後 也在忙或什麼 因為塞車都不高興 可是那個就是很明顯的 就淡水線的捷運的路線圖 跟塞不塞車完全無關 你現在所看到紅色的就是 淡水捷運的路線圖 因為那條線是紅線 有人是說他如果住本蘭線上面是藍色 他就不會誤會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那可是問題是 他可能就人生的經驗當中 他就少了這一塊 或許他都因為一直開車 沒有搭捷運 他就不知道 像我就絕不可能 整個臺北市只有淡水那條路在塞車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 他自己塞在中美大橋上面 他眼睛所見 因為他的PO文 有一張照片塞車的 因為有車過 塞車 那人家也會講 開車的時候還是不要照相 他可能講說車上有其他人照 這都是爭議 但重點就在於說 現在目前他的工作是 是要聲援柯文哲 但是卻也引發了很多 要知道剛剛講的沒有說 是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不是 就是說所有炮火來我這裡 他現在不需要有炮火 因為柯文哲的那個案子 還沒有到起訴的階段 下一波起訴書寫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波大的來了 因為立法院現在目前剛剛開議 那這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他所PO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戰力很強 不然怎麼叫戰良小姐姐 可是這些戰力都會變成是 大家繼續去攻擊民眾黨的一些 彈資或者是節目的一些梗 那確實就像捷運圖 就確實PO錯 那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圖沒有抓好就好了 會來民眾黨非常的扣分 中線委員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中線委員是檢察官出身 等一下也可以跟我們分析 我們大家要討論說 是不是有可能很快就會起訴了 那起訴的罪名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待會要請教委員 可是我們也發現 三三他代表柯文哲到美國去出席 國防會議 這很多人非常驚訝 民眾黨真的亂了套了 黃三現在是有罪在身 他是停權 他是因為當競選總幹事 什麼都沒有做好 所以懲處他兩年之內 他就比一般人還要更加的陽春 他保有立委這樣的身分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怎麼還可以代表主席 他又不是副主席 因為民眾黨沒有副主席 那第二把手是誰 黨有秘書長在立法院裡面 又有國防的專責的立委 也不是他 他的專業是財政 那為什麼派他去 所以蔡碧如在台中被問到的時候 他出國 他去美國 他代表柯主席嗎 那代表的是誰 蔡碧如就直接這樣問 那江和樹最厲害說 我沒有聽到黨內有人覺得不好的 而且不要亂扒 這個是幾個月前 就已經準備好的決定 然後民眾黨也說 他本來就是訪團成員 但是大家還記得嗎 一個月前 不到一個月前 當時阿伯被搜查的時候 傳出了一個說法 說阿伯要逃到美國去了 民眾黨當時怎麼講 8月30號民眾黨的發言人 告訴大家 這一趟到美國去的國防產業論壇 還在評估訪談的名單 還不知道誰要去 阿伯要去 要不要去 我們都還不知道 所以機票飯店這些 我們都還沒買 8月底到底誰去 你們都不知道 然後現在黃珊珊出問題 你還告訴我說 好幾個月前 我們就已經決定了 然後包括我們現在看 有台節目也在猜 黃珊珊在機場 在美國的機場 還有我們的機場 會不會被攔住 結果後來他們賭輸了 所以王毅川就戴了假髮 這次不是P圖上去 這還在節目上面戴假髮 包括吳靖怡也戴了假髮 然後他們說王毅川 戴了這個假髮 看起來很韓系 有那個韓國歐巴的那種帥氣的感覺 很多觀眾聽了就吐出來了這樣 當然黃珊珊在臉書 也突然PO了一張 他說民眾黨三週年的時候 阿伯送他一個單車 一個腳踏車給他騎 象徵的傳承 為什麼突然間 大家都懷疑說 你憑什麼代表柯文哲到美國去 你是柯文哲分身嗎 你是形同接下來的 下一個黨主席嗎 還在懷疑你是停權 怎麼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 請問你告訴大家 阿伯傳承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大家也注意到黃國昌 最近的聲量版面越來越大 因為不管是在外面的宣講 又或者是客廳會等等 人都很多 然後越講他的聲量 報導的篇幅 見版面的這個程度 好像都是他最厲害 所以大家想說你怎麼那麼 你是要跟黃珊珊來抗衡嗎 還是要跟蔡壁如來抗衡 然後黃國昌昨天也講了一句話 他說柯文哲被人家破壞 他要嗆說 2028黃國昌講 2028一定要讓賴清德下台 他說賴清德要下台 要有人贏過他 所以是阿伯 2028要贏嗎 還是2028國民黨要贏 如果民眾黨跟國民黨 分裂各自選 那賴清德不是保 2028絕對不會下台嗎 那減蘇培就開始講黃國昌你辦客廳會 收割小草變充粉 那黃珊珊開記者會 收了這個世襲議員的這個派系力量 然後他還算蔡壁如辦的是法會 這個要請教委員 有關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當然 以一個有關國防的會議來說 他一定是非常的嚴謹 但是名單會不會說一定不能改 這當然不可能 你參加你與會的人他變動 我想說這個 說名單已經在幾個月前 就確定了 然後所以現在不能改 一定由他去 我想這應該不是主因 主因應該是說 黃珊珊委員他一定還是 民眾黨裡面能夠決策者 還能信得過的人 我想這個應該才是主因 而不是說所謂的名單不能更改 當然說他會不會出境的時候 被攔下來 這個就很難說 委員 現在那個主席 現在是被關在裡面 那能決策的人現在是誰 因為這是他黨內部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不了解 因為這個 委員這是謙虛的 我直接問一下委翰 現在民眾黨裡面 能夠做決策的是誰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有談這個話題 後來被很多人引述 那個何述還是回應我 說我要講好朋友 可是我們早就認 那個已經決定好了 六月決定了 那你當時知道 他八月會被停權嗎 所以他被停權的就是一件事 觀眾朋友很簡單 這個是長期的台美國方工業會議 我就講國民黨是派誰 許巧星跟黃介鎮 一個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他是國防委員 一個是黨對美的黃介鎮 國際部主任 民進黨派誰 也是國防外交委員的委員 王定宇跟對美的 Vincent 趙英翔 民進黨不是有一個國防外交委員 國防外交委員是林毅君 你知道民進黨有回答嗎 有 林毅君的幕僚這次也有去 幕僚 對 我就如實告訴大家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 我不會改變我的說法 本來就不應該是黃三三去 應該是林毅君去 可是當時柯文哲要去 所以三黨持有民進黨是黨主席去 所以拉高層級以後 黃三就陪主席去了六月的時候 可是後來第一個主席被抽搖了 第二個 停權了 你也被停權了 第三個林毅君還在 所以林毅君的助理去 所以很簡單 我覺得州台主 而且如果黨務代表 應該也是秘書長吧 對 還有周余秀 那不然周台主你懂國際書 不然周台主加林毅君 我覺得這個我們有評論的空間 你民眾黨的黨員可以講說 黃毅翰不要再亂講 OK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拿了藍跟綠跟你做比較知道了 至少是國防外交委員去 那黃三委員 他並不是現在目前立法院 國防外交委員的委員 就這麼簡單 對 中先委員 那我繼續回到你比較好評論的部分 因為你當過檢察官 你對司法整個辦案過程 非常的知識盛想 那現在有包括亮哥 都有評論一個說法 接下來大家都覺得一定會起訴 只是起訴的罪名 圖利 有沒有財產來源不明 或者收賄 亮哥的評斷是說 如果接下來起訴 只有圖利的話 那阿伯翻身 民眾黨沒事 以後會紅起來 你怎麼看 當然我會 我的角度 我當然是希望說 最後柯文哲主席能夠沒事 但是我比較不認同說 所謂的圖利罪就是沒事 就是翻身 因為圖利罪在我國的貪污罪條例裡面 他也是重罪 他罪也非 他五年以上 他也是重罪 五年以上 對 五年以上 其實在我國的刑事制度裡面 他就是一個重罪 所以說在我們國家的積壓 他有很多種要件 其中一個要件是重罪型的積壓 重罪的標準就是五年以上 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夠沒事 但我不認為說 所謂的圖利罪 他就是一個 如果只是起訴圖利罪 那就是大獲全勝 我倒不這樣講 因為圖利罪的過程要件 你去看 他是必須違背法令為前提 如果照你這樣說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就等於是說了 柯主席就是違背法令 所以我當然我比較不認同這樣 以起訴的話來說 一般來說檢察官在偵辦 貪污智慧條例的案件 盡量會在四個月內起訴 那為什麼是四個月內 主要就是因為你有羈押他 那一般檢察官都不會 在起訴前放人 都是起訴把捲證跟人 一起送到院方去 讓院方法官去決定要不要放人 這個是常態 很少檢察官在起訴前 就把貪污智慧條例的被告放掉 所以我自己研判這一件 如果他要起訴的話 應該也是在四個月內會起訴 好 那再來有沒有可能不起訴 當然以檢察官的 刑事訴訟法上面給檢察官的定位 就是你對於被告的利益跟不利益 要一併注意 所以如果你查到他後面是 完全沒有犯罪嫌疑的話 應該是不起訴 這個沒有錯 但是在現行的司法實務上面 檢察官如果在偵辦 貪污智慧條例案件 如果你已經羈押了被告 將來不起訴的機率其實是很低的 就算檢察官覺得起訴好像 有點風險 但是他寧願讓法官去判誤罪 他不能說他自己壓了以後 壓了四個月結果不起訴 這個在司法實務上面比較 我們至少目前我沒有聽說過 有這個狀況 那當然你行事訴訟法上面來說 如果證據不足就是不起訴 那我繼續請教一件事情 民眾黨現在亂糟糟 可是我看到民進黨現在更亂 莫名其妙的亂起來 我們看到這個岳福部長邱太元 以前是陰系的 那他可能因為醫療的關係 所以跟賴清德的關係非常好 他居然在公開的醫界的活動裡面 公開的對著鏡頭 對著麥克風講的爆料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在講醫院精靈排泰 因為要花很多錢 那當時賴清德居然直接打電話 罵這個環境部長彭啟明 然後他是用台語 喔 阿里布那大條 阿醫院是有錢嗎 醫院的電費都很貴了 你還搞這些 你做這些幹什麼 然後他直接講 賴總統就是罵彭啟明 那搞得彭啟明很尷尬 然後新聞鬧大之後他說 我沒有罵啦 賴清德是念一下啦 因為醫院缺錢嘛 所以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幫忙 然後彭啟明最尷尬 彭啟明被他當成是小弟嘛 他說確實有接到電話啦 總統是希望做好 他說總統是個君子啊 口氣聽不出來有罵 那誰是小人 那什麼叫做君子就不會罵 當然賴清德在昨天就取消了 本來要跟邱太元同台的一個 一屆的晚會活動 那取消大家都知道賴清德生氣了嘛 那昨天邱太元還輕描淡寫了 但是看到賴清德沒有來他生氣了 邱太元就知道要鞠躬道歉了 那彭啟明也講了一個他說賴清德 主要為什麼會這樣子是因為 台大醫院榮總跟三種 光是這三家醫院 一年電費就好幾億了 所以沒有再多的錢去執行節能減碳 縮穿了所有的爭議 不過就是來自電費的問題嘛 那行政院最好笑 明明是你們自己內亂 行政院說叫國民黨叫在野黨 不要炒作 沒有炒作的意義 然後甚至有黨證人是說 邱太元講的話一聽就知道是開玩笑 然後舉一個例子 衛福部全國所有的醫療機構裡面 他只有花1600萬要輔導 2萬家的這些醫院做碳盤財 但是台大醫院光是他們這家醫院 一年減碳的經費就8000萬了 是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你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新要做 還有我們看到9月18號的時候 為了國土法爭議有民進黨22個立委 集體造反 感覺賴清德現在Hold不住 然後包括9月21號賴清德 夜宴民進黨立委居然高達12個人缺席 過往一兩個人缺席是有聽說的 可能真的有事情 家裡有狀況 或者他真的生病 一兩個人沒有來是正常的 但高達12個人沒有來 然後其中還有包括林俊縣的 新潮流的林俊縣 林怡錦 新系也有蔡其昌 永延會有王定宇 陰系有王世堅 吳佩毅 黃傑 楊耀 鄭國會還有吳其民 劉建國 林黛化 每個都滿有分量的 每個派系都有不來的狀況 然後郭正亮現在也點名 交通部長陳世凱 很可能會是這個新的會期 第一個陣網的人 民進黨還爭亂 請教委員 我自己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就是以貶低別人來讓自己提升 其實這也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但是我看這件事情 我看到的反而不是說 是不是綠營之間的內鬥 而是我看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台灣是不是變成總統治國家 就是總統他在憲法上面 他是國防跟外交 所以說立法委員今天 他沒有辦法把總統叫到 立法院裡面來質詢他 這次國會改革也沒有說 對他要一問一答的質詢 因為今天國會 今天行政院是對國會負責 所以說如果今天是總統 可以去下令 直接打電話給部長說 你哪裡沒有做好 所以我把你罵了一對 叫你要怎麼做 這就不對 這就亂了他 這完全違反憲政體制 所以我看到的是這個 那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會變成是一個 國會沒有辦法監督的總統 他可以直接來命令 行政院裡面的部長 這樣就變極權國家了 因為他是不受監督的 這就是極權國家的表現 你像如果你以北韓來看好了 北韓金正恩他可以去 指揮任何一個人 那一樣如果賴清德今天 可以對部長這樣下指導期 又被另外一個部長爆出來 他生氣這是絕對的 要是今天我是他我也會很生氣 你為什麼要把我的料爆出來 讓大家知道原來我是個獨裁的總統 所以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問題在這邊 他把今天我們台灣的政府 變成是一個大政委小部長 的這個方式來去控制行政院 其實這樣子到最後 沒有人可以去監督這些政委 也沒有人可以去監督總統的情況下 卻是這些人來主導 我們國家的行政 這樣就是極權國家 委員那我請教一下你剛剛講大總統 賴清德大總統 就那麼多立委不了他 22個造反12個缺席 以前沒有過這樣 我倒不覺得說這個100%一定有什麼事情 他們內部怎麼溝通我們不知道 我想說他們有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就像譬如說林俊宣委員跟賴總統非常的好 他絕對不可能是跟賴總統有什麼糾紛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單以一個出席的這個東西 就去分析說黨內怎麼了 那這個部分委員可能不方便講太多 那我請教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跑政治來講真的是不尋常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的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 所以閣緣特別是跟兩岸國防外交無關的閣緣 照理講總統根本不應該過問 可是現在這個事情 不管到底是怎麼聽到的誰知道的 邱太元爆了這個料 我個人懷疑是賴總統 當著邱太元的面打電話給彭啓銘 因為他敘述描繪的時候太活靈活現了 就感覺是賴清德在他面前 講電話罵彭啓銘給他聽 所以邱太元身為衛服部長 他要告訴誰醫界的人 我幫你們爭取 不要探費 大家都緊張 處理 當中就處理 還這樣 起床起床 所以講著活靈活現 他可能認為醫界會這樣高興 結果賴清德總統不高興 因為賴清德總統非常重視醫界 他的朋友自己下都叫他賴醫師 結果他取消了這個跟醫界 但是我不喜歡邱太元就算了 我還取消了跟醫界的晚宴 所以邱太元才緊張 鞠躬道歉 但但倒回來就知道說 總統其實對於很多的事情 都是直接指揮的 那彭啓銘部長因為是賴總統的救世 也因為這樣他把他拉進來當部長 所以他們當然有直接溝通管道 可是他不想讓他知道 就他們原來有直接的下令 那好 雖然歸下令是歸下令 以後探費再生的時候 醫院可以完全免除嗎 問題根本還沒結束 我們之後再看 第二個 要再講這個 12個委員這個 其實這個圖很好 我看所有節目 就這樣 這個國民大戰做得最清楚 你把他的那個派系做出來 大概就清楚 那當然如果你距離來講的話 就是台南高雄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顯然覺得說 我還要跑一趟來台北 他可能在這個南部 我沒有時間 我還沒開疫情 還不想要上來 但第二個 我比較接近像中仙剛剛的說法 現在以賴清德總統的民調 還有他的聲望 要反他還不敢 但是可能覺得說 跟他吃飯見面也沒什麼用 難道就會多說得上話嗎 所以就不會非常的抓住這個機會 好不容易對不對 如果你說有阿美的票 大家就搶著去 以前民進黨立委 總統要吃飯都是扒著去 所以大家都是想說 我去了我要講話 可是可能賴總統給這些立委的感覺 就是我有定見 所以講也沒什麼用 跟他講也沒用 但像鄰居見的就是很好 林一錦可能出什麼事 但其他的像王世堅 基本上他說我禮拜三遇到他 他不是青睞的 他說我是要當烏鴉的 所以確實這個人數 可以看得出來 就連烏鴉都覺得跟他阿阿阿也沒用 十二個人數 這個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參考 就是說現在賴清德總統立委 沒有要巴著說 我想跟總統見個面 明明有機會可以吃飯的 就有十二個人居然放棄了 也有可能會不會是 他們遇到捷運壞掉 在臺北市 如果現在下班時間 北捷如果有一戰出故障 天下大亂 更不要講有十站 昨天高雄市演唱會 禮拜六演唱會結束 禮拜天早上八點多 很多人本來去高雄 看完演唱會準備要去旅遊的 搭他們的捷運 到試運站 到這個都會公園站的時候 發現說 有三軌電力異常的狀況 早上八點多 修修修修修 第一版本說要修六個小時 後來發現說一路修到十二個小時 停到十二個小時 你可以想像嗎 臺北市如果有捷運 多達十站 多達十二個小時 故障 你沒辦法進去 那臺北市不是天下大亂嗎 但高雄市沒有亂 經過調查受到影響的 只有四千五百人 這個人數少得有點 高雄捷運難怪會虧錢 當然就是還拿了一個 黃色的紙條 不知道會以為發生凶殺案 因為黃色這樣圍著他 然後這麼多的乘客 全部都受到影響 而且你仔細看這個畫面 大部分都是長輩 還有誰 坐著輪椅 行動不方便的人 然後拿著遺傘 代表什麼 下大云 所以昨天狀況是 非常非常複雜 這麼多人熬熬逮捕 然後很多乘客說 我等了半小時 廣播說有接駁車 車就沒有來 還有人說等了一個小時 第一次來到這邊 連叫計程車都叫不到 叫天天不靈 叫地地不靈 那尷尬的是什麼 因為高雄市長陳其邁 最自豪的就是 演唱會的經濟學 還有包括他說 高雄市是一個智慧城市 smart 但是突然間大家覺得說 你市政怎麼失去了智慧 他過去最自豪的 就是我們的演唱會 交通 運輸 這個運輸 順暢 就是我們很厲害 我們都很快就把它 把它疏散完畢 高雄市非常有智慧 然後最尷尬的是 在昨天的半夜的時候 他還PO了一篇 禮拜六的演唱會 他們花25分鐘 做場內的清空 75分鐘就完成了疏運 結果隔不到12個小時 就出了這麼大的一個狀況 然後還有包括 最尷尬的是 當天剛好是 他們宣傳無車日 什麼叫無車日 就叫你搭捷運 就你搭捷運 捷運故障 但是就說 也真的是無車日嗎 因為連捷運的車廂 你都進不去 請教我看 其實剛剛又在講那個數字 我給大家做個參考 你922無車日的時候 發生了在試運館 以北的那個車站都沒有 那你到底等了多久 白喬運說 兩個小時 10點半 捷運因為出現故障 你看我覺得故障的 不繼續開動是對的 但是到底接駁車多久來呢 12點38分 對 到中午 那就兩個小時 台北市不可能 半個小時以內 一定有十分鐘可能就來了 因為台北市的公車也多 那因為我捷運不能動了 我就換車去接駁 因為下大雨 結果對面有車來 表示 我必須這樣講 這可能會有點得罪 高雄的捷運的這個公司 台北的捷運一天 要說你知道一天多少人 你知道嗎 兩百多萬人 人次 對 台北 那時候破百萬 破兩百萬 一天兩百多萬人 可是這高雄 當然那個是假日 一整個下午 這樣從早上 十點到晚上九點修復 只想四千多個人 所以其實在高雄 使用當中運輸工具的人 並不多 也因為所以明遠沒有那麼強 我們討論半天 高雄好像還好 但是那個陳其邁市長 有當然道歉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要講說他故障 你平常像台北捷運 一到一點以後 他停止以後 到天亮 他是沒有休息的 所有軌道要尋過一次 會有很多的養護 然後白天開始又要來了 整個大台北地區 一天捷運要兩百多萬人次的運量 那高雄運量沒有那麼多 第二個 你今天出事了以後 你公車要補上 如果今天是這個有天災 或者是地震 他軌道斷了以後怎麼辦 公車要補上 可是他補不上 他說他去找了很多 所以他的後續的營運計畫 並不好 你在那個試運組場館 辦演唱會的時候 什麼coldplay 什麼Bruno Mars 你都知道說好幾萬人 要輸雲都安排 這個你沒有安排 這就是高雄市政府 以後要去做的 那當然高雄的 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捷運跟公車人 顯然跟台北比 比例很低 所以就是平常 沒有做這個準備 好 很多事情 其實民進黨政府 真的有些地方 就沒有做得很好 比如說水利相關的 他們把它變成是官派的 所有肥滋滋的 他們都拿去了 可是現在被發現說 你改成了官派 照理講你是要改革 怎麼越改 這些漏龜都沒有改 看到連武林 都跟著一起 在那邊殺腳貨 六月六號全國水利節 每一個單位居然都在辦活動 然後我們之前已經爆料 已經有人爆料 說他們花了很多錢 用了小組長的經費 覺得這個挪用的是有違法 他們說沒有 但是現在又繼續被爆料 其他單位六個管理處所 都有辦一樣的活動 然後他們招標文件 還指定要用金瓶啤酒喝道跑 還有Johnny Walker 就是我們副總統候選 Johnny Walker 黑牌還指定12年 衛士忌的這些酒品 整個經費加起來 全國花了超過一千多萬 那就辦了一個解的活動 還不是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石門 桃園 雲林 這些三個地方 他們各自都花了三百萬 然後每一個人都還送他一個 六人份的電鍋 總共有六百多台 為什麼呢 因為要鼓勵大家多吃米 我覺得多吃米是好 那你怎麼不直接送米 怎麼會送電鍋 那還有包括 他說啤酒是無限暢飲 但是他們說 那個是廠商熱情的招呼 那龍水署的副署長出來解釋說 我們都有按照規定 每一次回答都是這樣 都是叫做有按照規定 那上禮拜黃國昌 有一個超級大爆料 NCC代理主委翁伯中 被驚爆說 他在111年的1月過年的時候 他買了非常高檔的海鮮 總價值台幣四萬一千多塊錢 裡面的這個單子居然是 新竹竹竊竊電台的 他們所買的 桶兵勾連過去 他說你管轄的 你監督的竹竊電台 怎麼會買四萬一的海鮮 然後幫你買單 你要送給其他人 然後大家去Google一下竹竊 竹竊是所謂微微笑 這個廣播電網裡面 其中有一個最有名的主持人 叫阿扁 就微微笑裡面的 最大咖的一個主持人 那感覺就好像綠滋滋 綠到炸這樣子 那這個竹竊這一家 今年六月的時候 剛通過NCC的評鑑 也是合格的 他還有包括換照 也是由NCC 掌握他的生殺大權 NCC特別解釋說 當年一月四號的時候 請廠商報價 一月六號直接付款 那沒有到貨 就已經先付款了 都有證據都有登記 但問題是沒有解釋 為什麼會出現逐漸的統編 請教委員 有關農天水利會的部分 我是覺得其實當初說 說得很好聽 說把農天水利會收歸國有之後 然後就可以杜絕一些亂請客 然後來鞏固自己的人情 自己的勢力 但實際上那時候 其實大家說穿了 我那個時候還在當檢察官 那時候我們一看就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因為農天水利會它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有組織 你可以去那邊運作 然後取得自己要的選票 再來農天水利會 它也非常的有錢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當作 是自己的小金庫 像這次這樣子來請客 然後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其實這都不對 這已經是把自己 像是一個寄生蟲一樣 寄生在農天水利會上面 事實上這個以前是 它是民間的 這是那些農人 那你今天怎麼會拿來自己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應該 不應該把國家的資源 到最後全部是 弄到自己的政黨的運作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有關NCC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不應該的是 事情發生到現在 監察院在哪裡 檢調在哪裡 事實上有這個狀況的話 這跟你自己的特別費有關 有多少政務官都因為特別費 而被查辦過 那今天發生這個狀況 甚至就像剛剛主持人說了 這個出錢的是他所監督的單位 監督的單位 民間企業 那怎麼會到現在還沒有人出面 來查這個事情 那來甚至說你要不要查一下 他有沒有又拿了這個單據 再回去報仗 這個東西你都要查 有沒有可能民間幫你付完錢之後 你再到公部門去報仗 賺兩筆 不知道 就是說這個在民間都有發生過 在過往都有發生過 類似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你是不是應該要調查清楚 你不能說你今天是綠油油 那就都沒事 所以其實今天比較麻煩的是 檢調不處理 監察院不處理 但是國會沒有調查權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執政黨 千方百計要阻止國會 擁有調查權 因為如果像國會 如果今天像其他民主國家的國會 正常國會都擁有調查權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國會就直接立案來調查 就立案開始調查了 今天如果國會有調查權的話 早就開始調查了 難怪民進黨要拚命黨 當然執政黨一定拚命黨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國會 跟正常民主國家國會不一樣 就在這裡 正常民主國家國會 早就介入開始調查很多事情了 但今天這個都不會在我們台灣看得到 但是該查的又都不下去查 不過上禮拜很多人對國民黨團 非常的戰獄有加 第一個堅守八個招委沒有讓 這個很多人覺得很棒 另外一個是跟民眾黨聯手 退回了總預算 很多人按讚 說國民黨新的會期跟上個會期 戰力不一樣 要給國民黨一個按讚 賴清德說跟立委吃飯的時候說 他觀察到一個很罕見特殊的現象 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會聯手 所以他下令民進黨的立委 要訴諸設位 要說清楚 上個會期他下令立法院打成這樣 新的會期他又下令了 不知道會不會打成這樣 然後我們也發現民進黨現在賴皮 不管什麼多大的爭議 或者他們不願意認輸的 他說那我提四線 原住民那個預算有問題 我們也提四線 什麼都提四線 亮哥他本來是講 這個有關死刑廢死的爭議 但是他說沒關係 如果你什麼都要靠四線的話 很簡單 他建議國民黨十月之後 就讓我們大法官沒有大法官 你試現在去試 那包括國民黨立委 現在也有提出一些大法官 通過的這個比例 從二分之一變成要三分之二 但有人講說如果全部都是 民進黨的大法官 三分之二會有差別嗎 然後到底退回總預算有沒有道理 國民黨列了五個理由 一聽還滿沒有道理 他說健保給付 這個0.95 這個到現在你都沒有編預算 然後缺藥缺床 民間的問題這麼多 以及打炸的宣傳 編了高達73億 結果詐騙的金額越創越高 還有包括我們軍費創了新高 好幾千億 那自願意的比今年還縮減 狀況也很複雜 能源大家抱怨最多 還居然要付出9千億 還有包括文宣的費用 暴增5億多累積的更多 但是這些人往往都變成 是政府洋網軍 剛剛講到電費 這幾天南部有一個 做燒烤的業者 他的電費暴增很多 這個九月來賬單 幾乎就快要到六萬塊 他的度數是七千八百七十度 然後他就罵 綠色是噁心的顏色嗎 他還不是直接驚嘆 還打一個問號 他覺得很生氣這樣 那結果這個老闆被出征 還被查水錶 所以他的文也趕快下掉 但講到度數 很多網友說 他們家用電費 突然間比去年同期多了五百度 電器都一樣 然後他們親友家也有人說 同期相比多了六百度 八百度 他自己的公司商用電表 多了八百度跟一千度 然後這幾天突然就很多這種 電費貴暴增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度數 我跟去年同期 我用一樣的電器 應該是度數是一樣的 然後包括台南 也有個網友講說 他換了智慧電表 照理講應該的度數會往下降 但沒有 他電費還暴增 跟去年同期相比 他的電費暴增了 激增二十倍之多 那台電去查發現說 可能你之前的那個電表 轉得太慢了 所以智慧電表之後 你的度數就跑得比較快這樣子 那我們也包括我們在講 預算的時候 這個政府用更多的錢 2022年到2025年 租金補貼 這個照顧年輕人 照顧我們租屋族 804億 結果被發現說 你社會住宅 四年來的總工程 也872億 你該做的應該是這個 而不是租金補貼 而且租金補貼有個 後遺症就是租金越來越高 然後包括我們的主計總處 有發現說 65歲以上的家庭 如果是主力的65 就老人的家庭 他們現在一年可以支配的 所得只有35萬 但他要花的錢 居然接近40萬 等於說又老又窮 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今天 我們今天是這個 總預算是退回程序委員會 並不是整個都退回 沒有讓他編列 我們這樣講得 好像被取消了這樣 而且其實我覺得 你看我們今天有看到 很多新聞上面 有很多地方的議員 或是那些政政 都拿了一個牌子說 國民黨擋預算 然後讓什麼補貼都沒了 比如說我雲林某一座橋 就是國民黨擋下來 這個橋不能蓋了什麼的 然後什麼交通設施沒了 什麼補貼都沒了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些人他們不是 這些當地的議員 政治人物 他們不是沒有念過書 預算法五十四條 你去看清楚 他只有對於新興的計畫 才會有一些限制 對於已經運作的這個指引 都不會受影響 這些政治人物不會不懂 他也不會不懂 這個預算法的這些條文規定 但是他就可以拿了一個牌子出來 所以一直以來 我對於民進黨 我現在感覺是 這個政黨在選舉 真的非常厲害 但治國真的是一竅不通 那他為什麼選舉很厲害 因為他放任他的黨員 可以去做這些騙人的事情 你拿了那個牌子寫了 就不是事實 因為預算法就規定 這個持續的項目是不可能不給付的 所以你今天拿那個牌子來騙人民 結果你今天的黨中央 你黨主席 都沒有人出來講一句話 大家不可以這麼做 你今天政治人物 你是這很多人民的偶像 結果你這個偶像 在帶頭騙人民 在說謊 這都不對 就變成嘔吐的對象 這真的不應該嗎 政治人物怎麼可以是當個騙人 台灣現在詐騙集團 要嘛就在騙錢 要嘛就一堆政客在騙人民 就是這兩大詐騙集團 我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韋翰你有發現過 最近大家激烈的討論說 電費漲也就算了 但度數怎麼會莫名其妙 暴增這麼多 其實智慧電表這個 因為我看到有人在反應 會不會真的就是 原本傳統的電表 就是少算 對 就是你換新的以後 他就更精準了 各位觀眾如果你要換智慧電表 先聽看聽 想一想 這個例子沒有 我也沒有叫他不要換 但這個例子真的是 就也太差太多了 就是同樣就是開店 但差二十倍 沒有可能差個兩倍三倍 就算了對不對 好但是所以台電講說 可能你之前電表是故障 奉勸大家最近七八月的那個度數 可能要細查一下 因為很多人說 跟去年同期相比 在沒有新增電器的情況之下 增加真的非常多 第一個 電價有漲 第二個就是說你換新的以後 可是講度數 是啊 那他是講電費 電費增加二十倍 這個人 可是上面這一個是度數 那個二十倍 這個基本上就是 確實是只有這個例子 如果說全部的人都多了 十倍二十倍 那這樣表示說 可是他說智慧電表 應該也是跟度數有關 那智慧電表他會看你的那個 用電的那個時間 他去幫你做調整 可是其實怎麼講 電本來就是 會跟你我相關 我們台灣電過去非常便宜 比其他國家都便宜 現在開始要慢慢漲了 那今天是九月二十三號 可能很快的十一月不知道 會不會再漲電價 或許又要再漲 院長是說 如果立法院有通過 那一千億的補助 可以考慮不用漲 等於說恐嚇威脅 問題是他拿你的錢來補助你 拿你的錢恐嚇你 還要你謝謝他 不是 我講 拿你的錢來補助你 然後還要你謝謝他 這邏輯是很怪的 所以他講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句廢話 這沒有任何意義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兩岸發生了很多 奇奇怪怪的新聞 包括我們看到對岸的國安部 突然公布了這一張 大家看得非常驚訝 說有一個帳號叫做匿名者64 然後他們又很厲害是這個地方 對岸直接把我們的 我們的所謂的支通部門的 這一些弟兄們 還有包括一位中介是女士 三個人的照片 不管是學師照 生活照 他們都拿得到 然後就連名字 單位 他們都講得很清楚 但我們要保護他們 保護我們自己的弟兄們 所以我們把他馬賽克 名字也沒有曝光 不過他們現在他們說是 現役的軍人 他們要調查為什麼 他們發現說他們在對岸 社群上面有貼這一些 講什麼64的天安門真相等等 認為他們在做網工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們這邊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們自己的支通電 就說沒有解放軍才是真正 破壞和平的始作俑者 然後王定宇也講說 作賊的喊作賊 但是我們自己支通也有個狀況 我們的駐外館多達17個地方 有出現中國製的電信壟斷 所以大家現在要去查 我們相關編列的預算也蠻多的 我們在諮詢處理裡面 還編了兩億八千多萬 所以到底哪17個管處 外交部現在又不願意透露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 外交現在問題也很大 因為我們的賴總統 一直去嗆俄羅斯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一直要去嗆俄羅斯 俄羅斯也很生氣 大罵賴清德你可以亂廢 但不會對你有好處的 那亮哥講說這樣子真的不好 因為我們台灣一直非常依賴 俄羅斯的包括他的煤炭 包括他的漁業 還有包括他的天然氣 這樣惹他到底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就擔心 我們會有經濟上的問題 以及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直接就去支持中國大陸 既然台灣賴清德 對他那麼不客氣 他何必也跟台灣客氣 然後剛剛我們去查了一下 台灣的進口俄羅斯的煤 進口量還非常非常多 我們不是要抵制俄羅斯嗎 怎麼跟他們買 這樣子民進黨的這些支持者 不會覺得這些是冷血煤炭嗎 另外一個 天然氣 我們之前講說他打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不買他的天然氣 結果人家一查 今年一到五月 有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而且還買更多 一月的時候是六萬四千多公噸 五月的時候是六萬八千多公噸 不是說這是冷血天然氣 怎麼買更多 其實台灣跟俄羅斯 以前關係還不錯 2015年有一個轟動全台灣的新聞 就是國安局當時有一個幹部 他的兒子長得斯文帥氣 被誰吸引到 被普清的女兒非常漂亮 正妹吸引到 所以差一點要嫁給台灣人 他當時還帶著兩個保鏢 兩箱的滿滿的現金 來到台灣跟他愛香水 可是最後不知道什麼原因 沒有談成功了 講到俄羅斯車程的領導人 他說PO了一篇文章 他說馬斯克送來一台 這個機槍版的Cybertruck 就是照片上這個 他說你送給我這麼好的武器 結果你居然把它禁用 遠程禁用 莫名其妙 馬斯克說見鬼了 我根本沒有送 請教我看看 我那個 中國大陸 他是在央視裡面直接報導說 掌握了我們的這個匿名者六四 那你想想看他叫六四 裡面又在講天安門 基本上應該是就是台灣不認同 1989天安門事件的人 但是他直接指指說 是資通電軍裡面的現役人員 其實資通電指揮部有發新聞稿 我跟大家報告他們否認 因為他說我們確實有 到底有沒有這三個人 他否認 現在資通電是否認 就是看看是不是現役的 這我沒有辦法去查 但是資通電講說 他有我們的名稱跟生活照 我們的資通電軍 就是要掌握這些網路的東西 對岸解放軍也有 網路的軍人就對了 可是通常沒有錯 資通電對大家講說 我們要維護 駭客攻擊我們中華民國 包含軍方跟其他的部門的網路 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要能守得住 所以資通電軍是在做維護跟防守 但是駭客 他們是被攻了 現在是央視掌握被攻了 就被利民者六四攻了 攻的這些人根本也不是一般的駭客 就是你的資通電裡面的下屬單位 他的指控是這樣 但這個東西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資通電指揮部發新聞稿否認 他說我們只做維護 我們不攻擊 央視他們中國大陸現在是怎麼樣 要把他列為懲戒名單 說這些人是台獨 對他的家人要做出懲處 他沒有講到這一部分 因為其實大陸也有很多 會來攻擊我們網站的人 但兩岸攻來攻去 一般這個基本上 我們不知道說 是不是資通電退下來 或是說現在中國 央視講得非常清楚 就這是有一些什麼 比較支持台獨的資金 然後他去支持這些匿名者六四 去攻擊大陸的網站 時間剩30秒 我請教偉翰 那有關俄羅斯的部分你怎麼看 俄羅斯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 2022年3月就被列為 不友善地區 只是進一步變 敵對國家是這一次 那所以可能也不是 單一個事件造成 敵對國家不是我們經濟會斷嗎 還是會對我們報復呢 沒有 因為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都被他列入了 對 那你剛剛講煤炭 那個我們國民大會談過 因為那是好煤炭 為什麼會變便宜 我們台灣很多煤炭 我們當初還給人家宣傳說 我們不買 沒有 就是還是 事實上就是繼續有在買 跟國際也雙標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但沒有想到我們政府機關 國師館居然配合 跟人家出現這個詐騙的情況 國師館居然跟假化集團 一起辦展覽 那因為是國師館辦展覽 那當然包括有誰這個科技老闆 或者金控的高層看到說 國師館辦的這些名畫 絕對是真的 不可能是假的 結果現在被爆出來說 他們辦的展覽裡面 包括長玉的畫作 居然是假的 有多假 假到說這個辦活動的人 居然還開名車 到這個現場裡面 感覺非常招搖 非常的炫富 但是人家覺得奇怪說 你說這個都好幾百萬 甚至加起來十億元的國畫 怎麼好像是像這個假畫一樣 隨便搬 然後帆布只有隨便遮一下 沒有人介護 然後到處亂堆 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有一些專家講說 這邊根本是假話 國使館很尷尬說 那個不是我們租借的是 台灣文獻館跟我們無關 請教中縣委員 其實這個問題 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並不是這次國使館 其實故宮也發生過 因為其實全世界的博物館 其實都有 美術館都有類似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一些空間 會外租給其他單位去辦展覽 然後有一些人他就會 有新的人他們就會利用這個方式 然後再租借一些 就洗白 對 有名的博物館或是美術館 去辦這樣的展覽 這樣展覽之後 有一些人他比較不明就語 他就覺得原來這個美術館 或國使館幫他背書 所以他們就會放心的去買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在世界上跟在台灣 其實過去都有相同的例子 並不是這麼罕見 所以既然過去有這個例子 國使館他是不是在受理這種申請 成都單位譬如說他們有沒有責任 去跟搭 對 他們是不是就應該要 把事情看清楚 其實這東西要究責不難 他就看一下整個千層 千層的流程 到底是誰允許誰怎麼樣 要弄清楚 所以我剛剛說了 這個東西其實 將來是不是國使館 或國內的各博物館 美術館 他對於來租用場地的 他們所展出來的東西 尤其是名家的東西 他要去做一項初步的鑑定 然後不能說 對 不能說我只是房東 我租給你 你做了什麼事 不管我的事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有一個新的行業 沒有想到一個月可以賺台幣7萬多 接近8萬元 這個行業是什麼 陪爬泰山 就是人家要去爬泰山 陪著他 你看畫面這一個 背著紅色背包 露出這個小鮮肉的肌肉 這個就是陪爬的 就如果你爬山 你覺得很累很辛苦 甚至你看這個還有攙扶 陪著他 逗著他笑 還幫他挪這個椅子 當然這個影片可能有一個 有點渲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服務到這種 還幫他捶腿 還幫他背 看到很辛苦 這樣子陪爬一趟的話 如果是白天的話 陪爬大概是一趟2000塊 晚上的話是2000塊 白天的話大概是1500多塊錢 所以有人說一個月 算下來的話 可以賺到將近7萬塊 甚至一個暑假 可以減肥15公斤 請教委安 登泰山是要100塊人民幣 門票的 所以他這個350 450是賺在裡面的 包括門票 對 所以登泰山人小天